现在一次性的免洗的餐具非常流行 不管是筷子 汤匙 还有纸杯 但是纸杯它必须要防水的话 里面它有一层塑胶的一些喷膜 而这个喷膜到底能不能够耐热 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现在有种新技术 它比上蜡更耐热叫PE零膜 最高虽然能够耐热到85度 但是超过85度的话 它也有溶解的问题 但问题是 我们的眼睛鼻子都没有办法来分辨 到底这个纸杯里面藏着什么样的循迹 它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呢 今天五二特工队的深处报道 用纸杯装这个动作 纸杯引刻足 你可要当心了 仔细看杯子里面的这层膜 它防水 但是它不一定能防高温 杯子有大有小有深 有浅全部用纸做的 但它的制造过程就长这个样子 纸杯耐源会喷上这层PE零膜 它的用意就在防水防潮 防止纸杯吸水软掉 PE它比辣还要稍微耐热一点 它需要加工的温度需要更高一点点 但是PE分两种 一种是高密度PE和低密度PE 所谓的PE零膜有高低密度之分 低密度耐热到摄氏65度 高密度则能够到摄氏85度 PE高密度通常处理在杯子内侧 hold住热食 但外侧多使用低密度 表面也比较光滑 装了超过耐热值的热水 肉眼看或鼻子闻也难以分辨 纸杯外只印了这个回收标志 但它到底能装多热或是多病的液体 参考标准又在哪里呢 一般纸杯制造业者会在纸箱上 标明耐热温度 但杯深则没有 就怕厂商冒险要求制造商 在温度上灌水 一般而言PE的毒性并不高 除非它在加工过程当中 有加了其他便宜加工的东西 或是这个原料本来就不纯 总而言之 处理纸杯过去使用辣 但现今进化到PE或PP材质 而PE在市面上最常用 所以别在银瓶或银水正当 它100度沸腾的时候 将它倒进纸杯里 避免PE磷膜遭到破坏 分解出毒性 中天新闻公寓的张俊东 在台中的采访报道